各位主持人好 我是八祖一號 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從小就在教會 那一路上來的教會生活 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曾經蠻後悔 主啊你為什麼要那麼早就救我 讓我害得我肚子變那麼單純 最外面都一無所知 甚至現在我已經到了五十幾歲了 我就覺得 主啊感謝祢救我 就讓我身在基督徒的家庭裡 而且更感謝祢 讓我身在主恢復的教會裡 我覺得在這個寶貝的職事裡 我對他的話語 我覺得職事哦 我越過陰著年歲 我會更寶貝那個話 因為我的主真是今日元勝昨日 因為他們的 他的愛是越過越甘甜 我就感謝祢說 一定都有你的美意 所以我覺得人生所有的經歷 對我來說都在讀話的時候 我就是藉著那些經歷 讓我更多德國開啟 那我覺得祢今天呢 就是一直在把我帶到出 對身體的感覺 因為以前我就覺得說 當基督徒就好了 那基督與照會 我只要基督就好了 照會有一點麻煩哦 可是這個過程裡面 我發現主就讓我感覺到 我真的是需要身體 因為我今天經歷一些很患難的時候 就是姊妹們跟我一起 陪著我一起度過 那種感覺就說 主啊真的是 我是那個肢體 所以我就覺得唱一首詩歌 我就算跌倒也要跌倒在你們中間 那我覺得 像昨天的信息裡面 長到那個權力順富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最需要的 因為 反而是我學會這個功課 我就可以一直保守在這個身體 那我談到眾名班 說實在我們在網路上 在看姊妹的Facebook的 同時的部落中 都知道眾名班很棒很棒 可是都是裹足不前哦 可是我就覺得說 主啊 既然徒經給了我機會 然後主也在一些事實上也印證 我才要掏握這個機會 因為哪個時候關閉不曉得 而且有這麼好的福訊 這麼好的講師 真的是我們 我們現在實在是我們的福分 主言說 主就是要用我們 真的是要用我們 那我沒有住在這個 專頁班的那個位置 我可以看到中 看到那個香調中心 我到時候就跟主祷告說 主啊 這兩棟樓 真的是你所寶貝的 因為這就是苗圃 因為從這裡就可以建造出神的國籃 那從這裡主會揮展祂的國度 那我想到說主啊 我們今天已經答應主的呼召 我們真的是不要 不要輕忽這個祖 給個這麼好的恩典 那在每一秒都要好好地 積極地去追求基督 讓我們更多的造成到我們裡面 當初主在實際下的時候 人家修辱祂的時候 祂是天下頭來的 祂沒有任何的話語 因為那時候變成了次生命的靈 可是感謝主 祂今天已經成了次生命的靈 而且祂已經是那個真正的戰士 祂需要我們做路旁的河水 所以說我願意做路旁的河水 讓你抬起頭來 歡迎祖四號實際梅子 曾經跟祖說 我在這裡請拆遷我 但是真的祖在2009年 給我畫的時候 就是馬胎28章的主題 我跟祖說 祖啊 祢找錯人了吧 我是這麼不足 什麼都不會 然後我就開始逃了 還逃到紐西蘭去 真的是逃到立即 都逃不了什麼年 第二次是去年秋季班 秋季狀年班 唯一要名正過堂 還跟福利中畢兄說 明年就是指今年 但是今年本來還想要躲這樣 我知道我必須受裝備 去年在福利的狀年班展覽 以及台中全時間展覽 都在挑起我曾經為祖國六的心 盼望我的生命真的快快成熟長大 被祖構成在真理上裝備 成為能將活神生命供應給人的 成為何屋主用的器皿 我也願意用明弟兄在書上說 我們這一次的聚集 就是要丟棄一切從前的見解 同心再一次無依無靠的 好像一無所知 自得來到神面前 求祂給我們亮光 好 叫我們得著教訓 徒責規正學歷 有一次工作的祭祀 你們感謝主 我是第八祖六號 我二十四歲結婚 二十六歲有工作 那我的天然旅我喜歡變化 所以我就在一直搬 搬到泰山鄉 那個時候碰到主的回復一個姊妹 我收盡了 然後過不久我就搬到永和 那個時候已經有兩個小孩 所以就在永和 附近的小區都是年齡相仿的 一個家一個家完整的佩達 所以在佩達當中是充滿了喜樂 但是也被成全 後來我就發現我每次天宜 搬家就在我身上做一個很大的一個工 尤其是在永和佩達的時候 我就喜歡對弟兄姊妹說 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 預備好了 就如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 尤其是對我的丈夫 我常常對他說 你也不過是一個女子 只有她是一個男人 所以請你裝飾整齊 那孩子都很小 他不會說 後來現在我又簽到海中來 簽到七年 那孩子慢慢長大了 然後我退休了 退休了一年多 我就回永和去修房子 那後來因為退休嘛 你當然就是遊山玩水 那我就很少機會 更不要說獨足的 更不要說在身體裡有配的 那後來就身體越來越好了 然後孩子們就幫我有交通 說要回來 我弟兄就想壞了 因為我常常對他說 你要裝飾整齊 後來我才知道 他說在神的行動中 以他私利 藉著栽種照會術 建立金燈台 我最摸著的 他是說 有兩個兩盞 檢查我們魂裡所有的內飾 而且被他檢查以後 他就會用生命 供應我各部分裡面的魂 感謝主 所以我又來到了重年班 希望有細節上的認識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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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來越多 就把我的心給 這個祖姨也種植給寫住 可是神是愛我的神 祂從來不適性 祂一直記得我的功夫 二十天以後 阿姨的捐會在張明明聚會 跟他們一起聚會裡面 我就藉著呼求主 就深深地摸到那位祖姨 是帶人裡面 我記得那一次我是哭得吸管 結果可能還不記得 但是我那個時候 真的感受到惡靈成為陰靈的那種 那種美妙 之後祖姨很年輕 就帶我過一個很正常的照會生活 那我們家也開 家也開牌 我也經歷到服飾 我真的感覺照會生活非常的甜美 那祖的那個夫招說 我曾經是奉獻給他的那個感覺 一直美妙 而且就一直加強我的力量 所以我也一直是願意把自己 再分別出來 但是祖也真的是恩待我 使勁能讓我便宜 就會先來到這裡 然後我主要講的 就祖的愛既然是把我從宗教裡 捐出來了 又讓我的二十年照會生活這麼豐富 我知道他從我身上要的是 會更深也要更多 我希望再來的訓練 不單是有真理的裝備 而且要操練應用真理 保經理基督 國基督 顯大基督 成為建造的神 建造的國師 我們的生活都是訓練 訓練就是生活 主你的訓練是從來沒有結業的 希望主恩待我完成訓練班 受他拆棄 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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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我叫弘里丽雪 我是八祖九号 感谢主 我要见证我们的神 是说话的神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 实在是因为他的说话 然后带到这里来 我对这个壮年班 一直有很好的印象 因为在我们的手牌里面 有一对弟兄姊妹曾经来参加过 然后我实在是看见 主在他们身上的智座 我就这次低头敬拜祖 我知道这个弘的祖 主实在是又真又佛的神 他实在是能够 只有他能够变化我们 所以我就非常的有很好的印象 有这样的可恶 那也因着一位比我年长的姊妹 太太曾经过 她也常常给我有一些的鼓励 我为这件事情 在主面前有很认真的祷告 两三年了 但是组合没有做什么 可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好像主在环境上有一些的变动 在里面就提醒我 你不是说要去壮年班吗 那我就觉得 对是是我要去 那当我觉得我要去的时候 我又开始退缩了 因为我又过到一些的情形 我就说主啊 是吗 是现在吗 我再过一年再去好了 可是呢 我自己里面还是在挣扎 我就觉得主在外面 已经把一些我所困扰的一些事情 都排开了 所以我说主啊 这样好了 我既然有这样的羡慕 好像环境也是 要我去 那我说那你要给我话 我要知道很确定的是 你要我去做年班 而且是你现在要我去 我才要做决定 可是我觉得主持非常的信实 有个姊妹 就接着写email 就给我两句话 她说她来参加壮年班 有两句话 是她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但是陈泽泉弟兄讲过的说 如果不是我们的话是谁 如果不是现在的话是什么时候 那我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 我泪流满面 我知道主听我的祷告 就是告诉我 就是你要来 现在就要来 所以我觉得你感谢主 主帮我带来这里 所以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 主啊在我身上做你所要做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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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我们来参加壮年班 真是感谢上帝主 我是新北市三支区王燕宁以外 阿们 我来参加壮年班 是因为弟兄们的交通 他们跟我说 燕宁啊 你要不要参加壮年班 那时候我们教会 跟广聚合有一些同事 然后弟兄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有点吓到 我想说有可能啊 因为我的工作一直很不稳定 就是这几年来 那弟兄们他们的交通是说 我们三支是一个小教会 在北海岸的教会里面 算是就是我们聚会人数 差不多是十六正常的是 差不多十六位加上两个小孩 那所以 弟兄们他交通之后 他说 不如我们成全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 所以他就是 我们就今年送了一位 弟兄去学时间 然后送到壮年班来 其实去年秋季班的 那个壮年班的那个报名 他们弟兄就之前六七月就跟我说了 那他们说 只要你愿意 一切都没有问题 你不用担心什么 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 应该是还没有就是想好 然后他叫我自己去想想看 是什么时候 然后就可以来跟他说 然后我就这样考虑 考虑考虑 考虑到今年的差不多一二月的时候 终于跟他讲了 其实那时候说的时候 很快他们就帮我 趕快要弄好 然后叫我报名 然后我就来了 其实我真的是很感谢 我们照会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的呼吸 跟他们的爱心 感谢主 谢谢大家 阿们